離婚是一件喜事 恭喜徐若萱 我看很多人離了婚之後 他們的人生瞬間豁然開朗 像這樣升天飛上去的感覺 我真的一定要幫徐若萱講話 他真的很漂亮 但我覺得他就是 美人沒美名 今天要聊的主題呢 是關於女明星離婚 很多人會覺得說離婚這件事情 不該當一個喜事 我個人覺得離婚是一件喜事 恭喜徐若萱 你長大之後 你會發現白頭偕老 勇於愛和 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是童話故事告訴你 也許你現在正在婚姻關係中 已經快要被壓死了 只差幾根稻草了 你一直在煩惱說 到底該不該卸下這些稻草 還是說我在努力一下下 也許我們還有機會有未來 很多離不了婚的人都是這樣的關係 奉勸所有在婚姻關係當中 真的已經快要撐不下去的人 離婚就是一個選項 那個瞬間你會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暢快 我這樣講好像我離過很多次婚一樣 我看很多人離了婚之後 他們的人生瞬間豁然開朗 像這樣升天飛上去的感覺 很多人講說 他老公如果看過他以前拍天使星 他老公難免心裡會有芥蒂 我真的一定要幫徐若萱講話 雖然我個人對徐若萱這個人的看法呢 就是他真的很漂亮 但我覺得他就是 水人沒水命 時代已經這麼進步了 如果你拍得很漂亮 那我覺得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的觀念能夠與時俱進 因為覺得我很漂亮 所以跟這個世界分享我的美 至少徐若萱的這個作品 在我的定義當中 我不認為他是色情裸露 他是裸露沒錯 畢竟他都露點 但他不是低俗的 那至於你問我誰是低俗的 那還用我說嗎 你們比我還清楚唄